周孝正 一心为国为民 四年后 我看到他们大多是为党派利益 个人私利和前途 勾心斗角 相互扯皮 四年前我以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现在才知道犯罪证据可以被执法部门深藏不露 犯不犯罪不重要 追不追究才重要 四年前我以为美国的选举是神圣的 为自己可以投一票而骄傲 四年后 我知道了投票的人不重要 数票的人才重要 一场有争议的球赛 都要掉多少不同角度的录像来调查 仲台 而铺天盖地的选举舞弊 却没有法院受理 四年前我为美国的言论自由而骄傲 美国人居然可以骂总统 四年后的政坛和大科技公司 让我胆战心惊 这个总统只能反对 不能赞成 否则封号俊言 且小心举后算账 四年前我以为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多么稳定可靠 四年后我认识到制度的运行依靠鲜卑 有敬畏 有信仰的官员和国民 美国的强大是基于信仰 美国的衰落始于对信仰的离弃 离弃的越远 衰落的越快 四年前我以为自由灯塔会永不熄灭 自己也享受的理所当然 四年后 里根总统的话让我震龙发聩 自由距他的灭绝不过一代之饶 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 我们必须为他而战 保护他 将他交到后代手上 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 否则有一天 我们将在暮年告诉我们的孩子 我们孩子的孩子 曾经自由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从城市中醒来是痛苦的 但我不后悔 我仍然选择清醒的生活 现在我开始思考 我没有为这个国家的自由付出过多少努力 我凭什么心安理得的享受 是到了自己该做点什么的时候 为了自己 也为了自己的孩子们还能做自由人